英语有句俗话 叫拿着锤子的人 看什么都像钉子 美国企图永远维持世界霸权 主导国际规则 因此看谁都像挑战威胁 都像钉子 这是典型的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我想问问美方 究竟是谁军费世界第一 海外军事基地最多 是谁建国二百四十多年历史上 只有十六年没有打过仗 是谁频频派军舰军机 到处耀武扬威 是谁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 到处搞渗透破坏 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 又是谁到处拉帮结伙 不择手段地打压别国 在全球化时代 以意识形态划线 拉帮结派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 才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 终究是不得人心的 也是没有出路的 也是没有出路的 而是没有出路的 你怎么会变得出 你怎么会变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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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人感觉 我怎么会变得到